我们看133月140经 讲到这个是 受想行事 无常无我 有时候会讲无常苦无我 有时候讲无常苦空无我 这里讲无我 有时候讲五蕴 有时候讲六处 或是十二处 十八戒 或是讲缘起 这个无运无我 我们说过有三种观察法 有三种观法 这里 我们这里说的是 140经说的是无运 它基本上是无我 那无我里面 这个 这里说的是 是我 亦我相在 是我 亦我 相在 那么 都否定掉 不是我 非亦我 非相在 非是我 非亦我 非相在 就是把它否定掉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也不是这个 另外 另外 从这个我里面来看 细分来看 简单来讲 从这个我来说 所以 他从这里知道 无运 无运无我 那他又 如果仔细来分的话 他这个无我里面 从这个我里面 他又分几大 几大项目 应该我们这样讲 从这个无运无我里面来说 如果从这里来说 这无运无我 那他无运无我里面 我们说 他 这一部经 那其他的经 我们说无我里面 从无运无我里面 有所谓的 过去现在未来 内外豪丑 粗细远近 这是一种 那一种是 如病如庸 如刺如杀 这是一种 一种是 色如巨墨 瘦如水泡 响如扬艳 行如芭蕉 色如幻化 这是一种 那这里的所谓的 所谓的 五主四对 十一种法 我们看 应该是怎么说 过去现在未来 这我们常常说 不过要讲到很熟 过去现在未来 我们一想到无运 我们就会想到 就是我们说要 第一个 我们要触略旁通 举一反三 要养成习惯 那你这样就会很熟 第二个 很多的时候 你又要一以贯之 要贯通 就是说 你读到很多的时候 你要把这一些 汇通 贯通 那么你读到一个的时候 你要记得 就把你以前读过的 这一些有相关的 拿来做连结 就是要触略旁通 那么这样 你养成习惯之后 很多东西 在你面对境界的时候 你要养成这种思维的习惯 那么这个时候 在你面对境界的时候 你会把你能够用的 你都会拿起来 拿起来用 那你就会想得到 你容易想得到 现在这个境 佛法里面是怎么说 那佛陀是怎么教 我们要怎么观 那这样观不行的话 那是不是再从另一个角度去观 那如果这样不观不行的话 那是不是 我在哪一个环节卡住了 我要从哪一个角度去观 那因为你养成 触略旁通的习惯 那么在面对很多境界的时候 你又能够分析归纳 你又能够统合 然后能够一以贯之 又能够贯同 那久了久了 你就法跟法会通 然后法跟心会通 真的 那么这样再久了之后 你再要利益众生 或要面对众生 要解决众生烦恼的时候 你就心跟心人通 你应该知道 这个人以前是这样 那个人已经是这样 那么你接触过很多众生 解决过很多众生的问题 研究过很多众生的问题之后 你慢慢慢慢 你会发现 所有的问题的真结是一样的 真的 然后解决问题的步骤方法是一样的 但是针对每一个人不一样 但是针对每一个人的不一样 你要给他的药不一样 如此而已 就好像你去医院也是 基本上那个步骤是一样的 先给医生看 医器检查 然后也许看怎么样并不一样 然后之后把麦或是说你医器检查 检查之后 问你一些问题 然后就给你药 过几天再来看看又是什么样子 然后去领药 但基本上也差不多是这样 现在我们是要用法来解决我们的烦恼 有能力的话再去解决众生的烦恼 所以你那个思维 你那个思维就是你要很魔弱 就是说你不可以 就是说你遇到境界 你不会分辨 不会归纳 不会分析 那不会统合 那就很麻烦 那我们学习佛法也是要这样 就比如说讲是一个无我的问题 我们想一下 佛陀教他的儿子罗后罗 他没有办法证无我 告诉他从无运 那无运也有很多种观法 如果仔细来讲 无运也有很多种观法 那他的观法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他有对峙性的 一般性的 从总相来讲 从别相来讲 那总相来讲就是无产苦控无我 比如说我们前面来讲 这个是无我 那无我是怎么来的 通常都是从无常来 有时候从苦来 有时候就是知一切法空来 所以一般来讲 无常苦空无我 基本上都是要证得无我的 你有无常入无我 你有苦入无我 你有空入无我 或是有无常入苦 有苦入无我 有无常入苦 有苦入空 有空入无我 基本上你会发现到 他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那现在讲到这个无我 他有几个层次 一个就是过去 现在未来 一个就是内外 好丑 内外出戏好丑远近 应该是这样 我看他的次序是怎么样 内外出戏好丑远近 对 内外出戏好丑远近 对 好 内外出戏好丑远近 他说先叫你大概就从这个来管 非是我不义我不相债 就是否定掉 急运我离远我 跟相债我 因为你能够思考的 基本上 这个其实就是内外中间 有一点点像这样 那么你先否定掉 这个五运 五运跟我 五运跟我 就是一样 我们说这个急运我就是什么 就是断间 若沙门婆罗门既有我 皆于此 五运中既有我 既舍有我 受想行事有我 急运我 就是我 五运急是我 那这个是否定掉的 那谁告诉你 五运非急是我 五运非是我 因为五运就是我 那我现在这个是我 那我死了 那五运消散了 那我就没有了 因为五运就是我 所以五运消散的时候 我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是什么见 什么见 不知道啊 断间 你们是断现吗 断间 就是死后就什么都没有 因为五运急是我 所以急运我 那这个就是什么我 离运我 这个就是离运我 通常是这个 离运我 离运我是什么见 常见 就是离开五运有一个我 所以五运消散的时候 死亡的时候 你那个做小事不作用了嘛 那你那个身体也没有了嘛 消散也没有 那我还在 那就是我一直在 跟五运的消散 生灭死亡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就是变成常见 那相在就是五运中有我 我中我有五运 那么如果这个不存在 这个不存在 那这个也一样不存在的 好 那现在他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这个是总体来说 就是说你要不是从五运 是我 亦我相在这样去看 好 那你不管从 是我 亦我相在 那么他都有什么 他都有色受想形式的问题啊 色是我 当下这个色是我 或是当下这个色不是我 色之外有我 他都有这个问题 就比如说这个色是我 那你就要关这个五运里面 过去 现在 未来 内外出息好丑远近 那么 仔细再去看 那到底 到底我是在哪里 那这个 这个之前我们说过 不过我们现在再说一次 也没有问题 那 这个从 从 从这个 从这个部派里面 的说法来讲 这个是 十一组设法 十一组 十一种观法 但是它是五类 四组 五类四组 就是说 这是一组 这个第一个 第一个 第二个 内外是一组 那么 出息胜列是一组 这个是一组 好丑有时候翻作胜列 然后这个是第一 这个是一组 就是 它是四类 五组 十一法 基本上是这样 那 我们来看 就从 那么一个过去 现在未来 这个是从相续来说 相续 时间的相续 过去到现在 现在到未来 设法 心法相续 这个是 生灭 生灭相续 从这点来讲 那 第二组 这个是 内跟外 它 它是从 所谓的 品类来说 所谓品类 就是一般我们说的 就是从内 内在的生境 跟 一般有些是讲 深跟近 内就是深 内外 一个就是内就是深 那么 外就是近 就好像内六处 外六处一样 就是内所看到的近 那么近是反映我们的心 这是一种 那么有的说是 内生跟外生 所谓内生跟外生 所谓内生跟外生 就是指 这是一组 这是一组 那 到底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但是 就是有 有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说 一个是指深跟近 一个是指内生跟外生 内生就是 里面看不到的这些 血液 肝脏 这些种种的 那 外生就是外面看得到的 还有一种就是指 我们这个神跟身外的近 好 那 不管怎么样 都可以这样去观 好 那第三个其实就是 粗细跟胜略 这个 这个是一个 这个它是说 这个是所谓的去处 去处就是 三界六道 三界六道 里面的三界六道 或是三界五去 三界 我们一生要讲六道 就六去 三界六去 那它有种种不同的 所谓的粗细 从大象到蚂蚁 那好看不好看 胜跟烈 这个好丑 有时候叫做胜跟烈 殊胜 跟碑烈 就比较 比如说鬼道生 它就比较烈 天上 天色生就比较圣 类似像这样 那人也是这样 好看不好看 那也有 那这个是一种 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 叫做差别 眼镜 那么有这么一个说法 它说 差别是指 自身跟身外 那也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说法 就是远 你这里 就比较细 那你 其实就是 可能就是 远近就是 比较大跟比较小 那它是 有些是这么说 是身中跟身外 那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 所谓远跟近 那这个我们 比较难理解 不过我们就看一下 因为它这里 也有所谓 内身外身 那么身外的 离我们比较远的 离我们比较近的 就离我们比较远 我们观察的 这个设法 或是我们看得到的 或我们看不到的 就是 比如说 这个手 来起来 我们看得近 那这个脚 我们现在看得比较远 那也可以 它基本上就是 但是它这个是指身外的 就是身中看得近的 跟身中的 你可以观察的 比如说你 假设你观呼吸的话 那可能 呼吸可能算是身中的 那你观不近的话 那可能是 可能是身 不见它也是身中的 那如果观身外的这一些 就身体之外的 那身体之外 也有可能是近 也有可能不是 身体之外的就是近 但是 就是不一定是一个人 人事物 但是就是 有些这么说 但是我们基本上 对这个的 对这个的所谓 仔细的这样的一个 到底这个是怎么观 详细是怎么观 一般比较少讨论到这个 因为后来大部分都 没有这样仔细观 它都是 就是观 我们说过 在保基金里面 它就是很简单 就是观心 那么过去 现在未来 内外中间 然后就观它的这个性 新的性 新的 新的 新所在 从时间上看 新 过去 现在未来 不可得 从空间上 看新 在内在外 在中间 不可得 从这个新的体性上 看新 非善 非恶 非无忌 但是它是用 非谈 非撑 非吃 这样来观 这样观就比较 没有那么复杂了 这个显得有一点点 复杂 那 就是说 对于这样的一个 解释也不多了 那我们只是把 有所谓 有解释过的 这一个 我们来看 那它有这样的 一种 一种 观法 那 但是一般来讲 佛陀观 五蕴六处 不离开 自身 不离开自身的身心 以及身心所面对的境界 一定是这样 就是说 因为它 它就是你随时可以观的 你带着你的身体走 你随时可以观 就好像你观呼吸一样 你不但到哪里 你都可以观呼吸 你观落日 还不一定观得到 太阳下去 你就观不到了 因为落日 有一定的时间 但是你的呼吸 你二十四小时在呼吸 你是时时可以观的 你观五场 一切法都五场 你时时可以观 你观缘起 一切法都缘起 你时时可以观的 你不用特别的条件 因缘 你就可以观 真的是这样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你 你动静之中 间接可以观的 那么静也是一样 你常常面对静 就是你一个人坐下来的时候 你也有义跟法 法成 你一样有静 那这个是我们讲到无我的时候 这个是 无主 世 就是无主 世类 十一种观法 好 那这个无我 我们说除了无印无我 我们还要讲无印无我 这是一种 这只是其中的一种 另外的一种 就是我们说的 它是专门对峙的 就是让你生 厌离欲 让你生未患离的 就是要让你未患离 你直取这个 告诉你这个是不可直取的 那么就是什么 如病如庸 如刺如杀 这无印如病如庸 这个庸 庸 庸不好写 就是类似像肿瘤 如病如庸 如刺如杀 我们要写一下 这个庸 字数太多了 庸到底怎么写呢 好 在第幾頁 有沒有看到第幾頁有 如病如庸 如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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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病如庸 這個底下不知道是什麼 寫一下就好 如刺 如刺 先暫時這樣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說的 他一一的觀 觀什麼 色如巨墨 瘦如水泡 響如揚怨 行如芭蕉 就是無韻分別觀 就是色如巨墨 如水泡 應該是這樣 色如巨墨 瘦如水泡 響如揚怨 形如芭蕉 視如幻化 視如幻化 大概如果從五韻來講就是這樣 那除了從五韻之外還可以從十二處 十二處 沿著鼻子神力 所以六處送 六路處 五韻 五韻送之後有六路處 然後之後還可以從十八戒 或者是六戒 然後還也可以從緣起 這個五韻六處十八戒是身心狀態 我們可以講這個是 身心 生命的 生命的一個 一個狀態 一個體訓 那如果講緣起的話 另外有一個講 從緣起來看 講無我 那緣起是從生命流轉 這個 這個運觸界是生命的現象的變化 生命現象的變化 那麼緣起是生命這種現象 它的就是輪迴它 生命現象有輪迴 這種輪迴現象到底 就是生命這種現象 它到底是怎麼樣形成的 那又不一樣 就是從緣起看跟從運觸界看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緣起是追根溯源 從哭怎麼來 那往前往前往前 那知道整個生命 整個生命的現象 到底是 它是怎麼形成的 那 這個是 這個是 運觸界是 身心 身心 跟心跟靜 我們講緣起也有三個 身心互惟緣起 這個是五韻 心靜互惟緣起 心靜互惟緣起 這個是 十二處 就內六處跟外六處 主要是這樣 那 緣起基本上 原起基本上是 推救到 這整個生命現象 它是 它是怎麼樣形成的 那所以 我們講無我 我們講無我 那暗暗經也是這樣 我們說 暗暗經基本上就講 講兩大類 兩大類的法而已 就是 真理是什麼 真理是無我 無我是解脫的關鍵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 第一個就是 無我是解脫的關鍵 它告訴你 你見無我你就得解脫 你就得解脫 你沒有見無我 你就是輪迴 那 這是第一個 所以告訴你 怎麼見無我 怎麼見無我 所以從 五韻十二處 十八戒 緣起裡面 那麼從 無常苦空裡面 去關無我 去 去證得無我 那 另外就是 那你 你必須要具備什麼 那 為什麼有一些人 聽了這個道理可以證 有一些人不能 有一些人很快 有一些人很慢 因為 這個一切是緣起的 那麼 你要具足 這一些因緣 基本上就是戒定位 以文師修 路上謀地 那麼 得解脫 那這個緣起 這個緣起 這個 這個 另外一個 我們說 一個就是 告訴你 無我是解脫的關鍵 有我是 執著我 我執我愛 我見我愛 是生死的真解 所以 你如果要斷生死 你要得解脫 你必然要見無我 那怎麼見 告訴你 那 另外一個就是 那你 就怎麼樣 這樣你要具備什麼 那麼你才能夠 這個關的時候 能夠起這個 起這個無肉會 能夠見到無我 你要怎麼修 那這個是 所謂的三十七道坪 道坪送 所以 所以 這個 雜喊裡面 基本上 主要就四部分而已 那主要兩部分 一個就是 怎麼證得無我 那第二個就是 你怎麼樣 怎麼樣修 能夠證得無我 那一個就是道坪送嘛 跟五陰六陸俗 還有元祺 那元祺是在雜陰宋裡面 元祺啦 六戒啦 六戒啦 四地啦 這個基本上都放在一起 好 那這個是我們講到所謂 現在要講到所謂無我 那這裡是所謂的 過去現在未來 另外出席好醜眼鏡 那我們說 講到這個 講到這個 一般來講 經 比如說寶基經 寶基經它就是分 這樣來講 這個香菜 那麼寶基經 跟金剛經 比如說 寶基經 那寶基經就是 一 關這個心而已 因為心為一切法的主導 那心 它基本上就是 三食 三醋 跟三毒 那照理來講 應該是三性 因為心的體性有三個 就是我們的心 要不是善就是惡就是無忌 那因為我們一定有煩惱的 所以它是從煩惱上的三毒 貪稱吃 因為我們是聚乎乎 一定有貪 一定有稱 一定有吃 從這個地方來說 來關到底心在哪裡 心是什麼 那三醋就是這裡的內外中間 那所以我們如果這樣來看的話 貪稱吃也可能是在這裡 也可能是在這裡 那這個三醋就是內外中間 那它就是在這裡 也有可能 那這個三食就是過去現在未來 過去現在未來 如果我們對照寶基經來講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來這樣來看 那就比較清楚一點 就是過去現在未來 心 心不關色了是關心 也不關受想行事就只是心 那就簡單 三食過去現在未來 內外中間 貪稱吃 那金剛精就 一般來講 他就依這個 他就 他就比較不關 色如巨墨 瘦如水泡 想要揚揚行力 包含就不依觀 他統統一樣 金剛精 就是一切有違法 就諸行 就是身心 身心 這個五印身心 這整個五印身心 因為他還在講 波羅經還講法空的問題 那麼整個身心 如夢 換泡影露墊 這個當然是鳩摩羅斯的觀法 如果玄奘的觀法就十種 也有陽焰 也有陽焰在裡面 夢幻泡影露墊 如果你蒐集 泡影露墊 如果你蒐集這個 整個波羅經裡面的屁育 那麼至少我看有二十種 有非常多 泡影 那 六種其實還好 就也容易 其實這個全部都是夢幻泡影露墊 都是在講無場無我 有的偏重講無場 有的偏重講無我 墊 那這個其實是偏重在講苦 這個是偏重在講苦 這個 這個偏重在講 所謂的無場跟空 無場跟空 那麼基本上都是要講無我的 那我們大概就是把 所有比較 就是講無我的 大概了解一下 那五印六處六界 那個是對我的分析 偏於 偏於 五印是偏於心理的 這個是生理的 這個是物理的 就導師的 《佛法概論》裡面有講 偏向物理的說明 就從各個角度上去看 那 這個是身心的結構 那這個 緣起是整個生命的 生命的現象 它是從生命的現象裡面去分析 這個是從身心的結構裡面去分析 我到底在哪裡 好 好 那一百四十經大概就是 所以他這裡講 那麼多文聖地只這樣觀察的話 那麼 我說 筆解脫生老病死 憂悲惱苦 純大苦懼 那如果我們這樣就可以解脫了 那就好啦 那後面那個什麼 什麼道品送就不用了就沒關係 因為你就可以了嘛 但是你不可以呢 就表示你欠缺某些 這些東西 你還必須補足 所以他就告訴你 政見不足 政思維不足 與政業正面接不足 或是你的定不足 那麼 所以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引發無漏惠 你沒有辦法引發無慮就是 第一個就是 你的官惠不夠 那麼官惠不夠有可能是 你的定的力量不足 你沒有辦法引發無漏惠 有些可能是 你的障礙太多 那這個就是戒的問題 你有所謂的業障煩惱障 你的煩惱太多 所以你有 你有種種的這些問題 所以你必須 就好像一樣一條路 有的人走得到 有的人走不到 那走不到 一樣是那一條路 一樣是那一條路 你來走也沒有比較遠 佛陀來走也沒有比較近 佛陀來走沒有比較大條 你走的時候不是變小條 也不是他一樣那麼大條 也不是他一樣那麼大條 一樣那麼 一樣的距離 佛陀走的時候 不是鋪地毯走的 你走的時候就變成鋪石頭走 佛陀是穿皮鞋走 你是赤腳走 不是 一樣 那問題是 就是這條路 這條路 這條路 就是他的長度 他的寬度 跟他的這個路 路況其實都一樣 但是我們說 不一樣的就是 佛陀走的時候 他腳是有力量的 你是沒有力量的 佛陀的腳是有保護的 你的腳是沒有保護的 你的這個路面上都是 都是石頭那些刺啊 什麼樣 你走過去就被刺流傷了 所以你要把那些刺先剪掉 把那些石頭掃掉 那石頭誰放上去的 你自己放上去的 你自己放上去的 所以就種種的煩惱跟業 所以叫做業障 煩惱 暴障 那麼你要先清楚掉這一些 那麼如果你 這個狀況沒有的話 那麼你只要讀了這部間 你這樣關 你就解脫了 很多佛弟子都是這樣啊 很多佛弟子都是這樣啊 舍利佛 舍利佛十五天 木見臉七天的樣子 還是木見臉十五天 舍利佛十五天 木見臉七天 大家色也是十五天 大家色自從接近 在七子塔前面遇到佛 佛跟他講 你是我的弟子 我是你的老師 大家色一看到 就馬上也知道說 是的 你是我的老師 我是你的弟子 十五天之後就聽阿羅漢 他也沒有聽那麼多 我說過我們聽的 比一千兩百五十位阿羅漢都還多 真的 我們聽過的已經 他們都沒有我們聽那麼多 但是為什麼他成就我們不成就 那麼這中間當然存在很多問題 所以他後面就會越講越多 越後面講越多 因為越後面的人 他就是 可以成就的都成就了嘛 剩下就是那些比較困難的還沒成就的嘛 就好像他體 體力比較好 抵抗力比較好都出院了 留下來還沒出院的就是 抵抗力又不好 然後 然後藥又不太肯吃 然後又怎麼樣的 就他會住院住比較久 那類似像這樣 那抵抗力比較好 或是怎麼樣的 他住一兩天就出院啊 又營養又夠 抵抗力又好 他那個 都一樣 一樣生這種病 那麼但是有一些人喝開水就好 真的 有些人沒有辦法 有一些人都不用 他就是他自身的抵抗力就讓他自己好 那有一些沒辦法 有一些會越嚴重 所以你還要 就是說 每一個人的體質 就是每一個人的善跟福德因緣不太一樣 所以我因為這樣 所以就 佛陀講了很多法 佛陀講了很多法 但 我們 到底要怎麼修 就是你要先觀察你自己欠什麼 需要什麼 那麼智慧都一定需要的 定一定是需要的 界定位都一定是需要的 那你如果不夠你就要先補足這個 所以 八正道是一個徹底要從政見政思維 你的觀念要先正確 然後你的行為要符合你正確觀念 就是說你的觀念要帶到你的行為 就是你的價值觀要放在你的生命上 所以我早上才說 你所認知的緣起 比如說你認知的緣起要跟你的血液一起流動 你所知道的無常無我 要跟你的呼吸一起跳動 那麼基本上就是 你要把你所聽聞到的佛法 帶到你的生命中來 那不斷不斷運作 就形成你的正語正業正面 那麼你對於境界 你對於境界 不會有過度跟錯誤的反應 就形成你無形中形成你安定 我們之所以不安定 是因為妄想 就是 就是六根攀遠六成 太厲害了 直取太厲害了 我們有劇烈反應 那麼心就一直在散亂當中 巨大的散亂 那麼追逐境忘記回來 就一直在那個境繞啊繞啊繞 繞不出來 就一直想那個境 不甘願 那沒辦法 就一直在那個境裡繞 繞不出來 繞久了就形成憂鬱症 基本上是這樣的 那麼或是躁鬱 它基本上就是 因為你就被鎖在那個境裡面 你又解決不了又出不去 又放不下 又提不起 所以它就會在那個境上不斷繞 那你養成習慣了 你告訴自己放下也放不下 因為那沒辦法 你不能讓它養成習慣 你必須要讓佛法養成習慣 佛法的思維 那麼這樣你很快 就是 不管發生什麼境界對你來講 都是小事 真的 那麼 唯一的大事就是 你沒有因為這個境界起煩惱 這個是最大的事 這個最好的事 那這裡講 我們說這個140經也一樣 那內外出息豪愁遠近 前面139經也一樣 所以它就得解脫 生老病死優悲老苦 純大苦懼 純大苦懼就是五陰赤聖 就是所有的苦都來自於這個五陰赤聖 所有的苦都來自於五陰赤 這個跟老子講的也一樣 我無有大病 唯有此生 因為有這個生 所以我有種種的苦 病是苦的代名詞 那麽如病如擁如刺沙 也是這樣 那麽 那這個是140經 講到我 看141經 那麽有一天 佛在祈願金色 這個時候 世尊跟比丘說 色是無常 無常則苦 你看我們剛才講 有時候無常就直接知道無我 無常不能知道無我 就無常苦 為什麼要講苦 我們說 要讓你厌禮 要讓你厌禮 不止取的 多數講苦 像如病如擁 如刺如傷 就是因為你止取這個身心 跟身心 所有的境界 你止取這個身心 跟身心所有的境界 那麽 因爲你止取 它表示你貪愛 懶着 貪愛 讚嘆懶着 一般佛法叫做愛樂 讚嘆懶着 好 那麼懶着就是取了 愛取 那 你一直取 它要告訴你過患在哪裡 所以它 佛法叫做未患禮 另外一個叫做 厌禮欲滅禁 那 為了讓你不懶取 所以要告訴你 無常故苦 那你當你不止取的時候 你才能 你才能知道 你才能真正 因為你自取 你就不會 關無常 你直取 你雖然關無常 但是它不是跟無我相應的 因為它帶有我愛的程度在裡面 我愛是由我見來的 其實是這樣的 所以它從無常苦 然後叫你關無我 有時候叫無常苦空無我 那當然另外一個觀點是 從自信的從自信的角度上去看 那自信基本上就是三個概念 恒常獨一自主 那無常就不是恒常 無有自信 無有自信 就無我 那苦 苦就不自主 所以 自主才是我 那不自主 所以無我 緣起 就 合合 條件 合合 持有故彼有 所以它不是獨一的 它不是單一的 所以 緣起 故我 也有從這三個角度去看 好 那我們看 所以它這裡說 色無常 無常則苦 苦則無我 那前面只是無常而已 那 前面也有講 是苦 無常故苦 是變異法 也一樣 那它說 苦則無我 無我 它這裡講非我 非我跟無我 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 如果講到這個 我們就 稍微可以提一下 這個無我 跟非我 有時候 我看 我看有一些學者 他也在討論這個問題 無我跟非我 那有一些說 因為無我很容易變成斷面 無我很容易變成斷面 沒有我 那非我就是什麼 不是我 比較傾向不是我 他也不是沒有我 但這個不是我 那這個我是什麼 我就是 一般就是神我 放我 自我 那是像 這個就是我們說 這個我 很常獨一自主的 如果從這個角度看 它基本上就是實在的 真實的 有一個真實的 那麼你講沒有真實的我 那麼也可以的 那麼不是 我不是這樣的狀態 不是真實的我 那麼其實也可以 那這個 前面這個 這個無 或是非 因為這個是翻譯的問題 那他 他 如果正確的來講 他應該是說沒有我 還是 還是不是我 那其實應該從 所謂我是什麼 從這個地方去看 那麼比較能夠清楚說 因為他 如果要講沒有我 其實也有我 有緣起的我 因為他不是斷面的嘛 緣起的我是有的 和和的我這個是有的 所以 如果你說完全都沒有 那這個變成是斷面的 就會變成說那沒有我 那誰正得無我 誰在解脫 就變成這樣 所以 有時候你一想錯了 就很容易落入 沒有因果 沒有夜報 沒有凡聖 因為沒有我 就沒有我 超凡入聖這個問題了嘛 沒有我有夜報這個問題了 那他這裏說 他說 如实知是明正观 就真实正观 我是正观 受享行事亦复如是 五蕴 于此无受因非我非我所观察 观察非我非我所 如是观察于诸世间都无所取 无所取故无所着 有些也说是 这个空无相无所有 无所着故自觉涅槃 得无我 如果你完全正得无我 如果你只是断身见断我见 那就正出国 如果你把根本我见也断了 那个就正阿罗汉 那么就是涅槃了 这个时候叫做有于涅槃 等到你露面了 这个我都不存在了 那个叫做无与涅槃 我生已尽 犯人已立 所作与作 世事不受后有 这个是 戒定会解脱 解脱之见 这个是解脱之见 自知自见 自己 已经解脱 确定解脱了 好 那这个是141经 它重点有三个 一个就是你自己要知道 你自己知道这个无运是无我的 那么既然是无我 你对一切事间 你都不取着 你既然知道无产无我 那么你就不太 不太执着这个事件了 就好像说我们早上讲 你是去一个外地 你是去一个外地出差办公的 那么你只是偶尔住这个饭店而已 你又不是要常住在这里 你管人家柜台小姐漂不漂亮 讲话好不好听 所以你也不要这样 你今天出来是要办事的 你要把你的事办好 然后你回到饭店还好的休息 这样而已 那以我们来这个时间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如果是发愿来修行 或是我们知道佛法来修行 你好好把你自己修好 那么你有能力就多帮一些人 没有能力 你不要随着这些人赚 那么世间是无常的 既然是无常的 你就不会太在意这些东西 一下子就没有了 一下子就没有了 一下子就开始又变化了 所以你对这个整个世间 无常的世间 其实你 你不会执着 它怎么变都没关系 因为它这样变是缘起的 因缘而而它就会这样变 而且它也不能不变 那众生也是这样 五印世间 国土世间 友情世间都是这样 五印世间是我们自己会变 友情世间是别人会变 国土世间是世界会变 不断在变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变到什么样 都是缘期 都是医业 不管怎么样 对我来讲 对我来讲 不变一万变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六路处常对不能动其心 就是这样 心肠住兼顾 地观法生命 那我们是心肠生烦恼 不知怎么办 那通常是这样 但是你如果 了解了慢慢慢慢 理解这个佛法 你就会知道 你应该要放在哪里 就是你要怎么修 怎么来面对这个 无常多变 不安的事件 苦吗 不安 环境 为了我们不安 像现在疫情 人心惶惶不安 那我们要怎么样 你 你防不了它 也不是 也不是 你说要 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是你就是要注意 也要注意就是了 像我 有很多人也担心我 因为我跑很多地方嘛 那 但是 我基本上 口罩 比如说我一上车就戴口罩 那 这个戴完口罩 这个是外面的 外面的防护 然后 又要喷酒精 又要用那个什么干洗手 然后又有喝的 又有寒的 能做的都做了 不然还能怎么办 对不对 就好几重防护 那没办法 如果它要再怎么样 那我们也没办法了 那么你也不用带担心的要死 就是 你就尽量 尽心就好了 那 因缘是怎么样 但是 如果你 一方面增强你的抵抗力 一方面增强你的防护力 一方面 但是最好的抵抗力就是你的心态 最好的抵抗力就是你的心态跟你的福报 你的福报大 我告诉你 就有人要读也读不死你 真的 真的 你的寿命境跟福报境 我告诉你 你连呼吸喝水都会噎死 我跟你讲 这种东西是这样 但是就是你尽量让你自己 你尽量让你自己有一个好的循环 保持良好的心态 保持好的生活习惯 然后保持好的 好的这个健康状态 然后你也注意一下 大概就这样 好像对人也一样 那么我已经尽量对你好 那我也想办法帮助你 那 我也尽量 尽量跟你结好缘 但是你还要跟我结恶缘 那我也没办法 对不对 不然我要去撞墙 也不需要啊 对不对 那我就尽量做好 我应该做的就可以了 那其他的 不是我能介入的 也不是我能管的 那你如果 你如果没有 你对这个世间 你看过去 你没有可以顺眼的 没有可以顺心的 那你经常不顺眼不顺心 你就不顺于解脱 真的啊 这种东西是这样的嘛 很正常的道理嘛 你的心多在世间上 你就 出世间的缘就少了嘛 你都在烦恼上 你戒定会的 戒定会的力道就少了嘛 很简单是这样 所以你把这个 你把这个道理弄清楚 你就会 比较 在修行上 你比较不会好像抓不到要怎么办 那你也比较 不会说 读了这个经 因为 假设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读这个 基本上一般人 把这个一百 一百四十经 一百四十一经 读完了后 老实讲 他也不知道怎么修了 老实说 一般的人 一般的人 你说要观无因无我 这个概念他还不很清楚 那你叫他这样观 过去现在未来 内外出息好丑远俊 其实 老实说 一般人也观不来 老实说 除非你已经很熟了 你说像我 我算是很熟了 但也没有那么熟 但是我坐下来 观的时候 有一些 还有一点 卡一卡 他也不会 也不那么容易 那我就想 连我都这样 那其他的人 那你说坐下来观 过去现在未来 告诉你 你都搞不清楚 什么是过去现在未来 真的 心在过去 现在现在 现在未来 心怎么在过去 心怎么在未来 未来都还没来 过去都已经去了 那心怎么在过去 心要如何在过去 当然不在过去 你要好好关 单单要关 如梦幻泡泳路电 单单一个如梦 你可以关得很清楚 我告诉你 就不容易了 但是这个都是因为 我们的条件没有具足 所以还要从三七七道平修 其实这样 我们先下课好了